紫密告破 容金斌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万万没有想到容金斌这个傻瓜会成为七零一历史上第一个人活着相片就被挂进了容一世的人 还有五月六号这个日子也被永远地载入了七零一的实册 破译处的全体通知整整验算了二十八个小时 终于清零了 容金斌你知道吗 当郑处长宣布紫密告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哭了 特别是穆朗 她哭得心脏病都犯了 还一直在念叨 说没有想到她还能活着看到紫密的告破 可是我想到了 这些日子我看了你所有的笔迹 我知道你早晚能把紫密破 容金斋 你就是个天才 就是图灵 就是安德烈唯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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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听那么假呢 容金斋 你甭听她的 她就一马后炮 你忘了 当初你让她给你洗裤衩的时候 她就冤枉了哇哇直哭 还搓了点柴莉 跟你吵架 干仗 差没揍你一顿 她要知道你能破紫密啊 当初她就向郑处提议 把整个破译处都写丧了 就留你一人 剩下的全给你洗裤衩的 说谁呢 你说谁呢 天使 起码我不虚伪 你说谁虚伪 你说你虚伪 小子 你赶紧给我醒过来 这么着 只要你醒过来 我保证 下半生了裤衩 我包了 直到洗到你退休为止 听见没有 容金斋 你听见没有 行了 你干吗来了 咱们今天下来讨论 给她洗裤衩的问题吗 正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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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挺过来 离这儿 想要看这儿 想简看 准备 唱 舅舅哪个艳阳 天哪有 十八岁的哥哥 鸭索在湖边 鸭索在湖边 刺激 唱 九九 孟小云干吗呢 唱歌呢 唱歌要是能把人唱醒 我愿意天天唱 你说 咱这准备了四个节目 这一个还没演完 就让人去逼呢 不是说 音乐是抚慰精神创伤的一剂良药吗 那是音乐嘛 仨人唱歌 俩人跑调 我要是他我也不行啊 不是 这不是你说的吗 要给他点刺激 行行行行 我不管了 下回我一人来 我一个人给他说山东快书 会吗 唱歌你能听见吗 你不能总这么睡着呀 大家都盼着你 早点醒过来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